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相 这个手相呢 其实从手指形态来讲 还是非常不错的 食指尖尖轻浮可想 手指由上而下 是非常的细 变粗,慢慢变粗 那么三线非常的清晰 深长,也是运势根基 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有点小问题 就是这个智慧线 智慧线的 这个弯的幅度 偏大了一点 没有太急,不是很缓 要缓缓的,慢慢的这样 这种很急的 这种转向 智慧线说明做事情 偏急躁 而且呢,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面临选择的时候容易犹豫不决 考虑太多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是很容易影响 很容易影响你的这个事业的运势 因为这个商业上的商机啊 也是这个 把握住了 就是把握住了 但是没把握住 也是能失去掉 就是说转瞬即逝 如果是犹豫不决的话 是很容易 这个 错过了一个商业的发展机会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再看这个几种 这几种 看一下 你看 这个掌 手的形体是不错的 而且有穿字掌 它这个手相的 这个 就是输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这个气色上 气色偏暗 发青 你看 都是发黑发暗的 那么说明啊 近运不利 近期的运势不太好 所以 都要调整一下心态 或者是 选择一个其他的一些时间 来 来把这个 自己的身体 这方面啊 身体啊 心态方面调好 然后你的运势呢 会 自然会改变 好了 有关这个 首先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这方面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